我們目前是針對符合這個 間隔的啦 以65歲以上第一階段的 目前算起來只有大概167萬 167萬人左右 那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大概是會分批啦 所以我們一開始來是有80萬 我們會針對那個80萬就是 的部分來先分出大概差不多 41萬左右 那依照這個各縣市的比例 我們是根據剛剛算出來那個167萬裡面 去 每個縣就是167萬 那他的25%大概是41萬左右 那這41萬就是依照比例就分配到各個縣市 根據剛剛講的 各個縣市 他我們符合這個65歲以上 可以接種間隔的這些人 那這些每個縣市大概他的25%左右 就先分配下去 那第二次再配送大概33萬左右下去 那未來當然是看這個 整個施打的狀況 因為我們如果有兩批160萬 就是說剛剛講的一個是禮拜五 另外一個禮拜天 那這個部分如果真的有確定進來 那當然就是看 是這個施打的狀況 我們會再加配下去 那至於說 目前是規劃啦 就是說那300萬可能都會在 月底之前 推陸續送來 很正